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谚语说,脚把黑芝麻活到百岁五百发 这意味着黑芝麻不仅是常见的食材 还是一种补益的中药 中医认为,黑芝麻胃肝,性生寒 超熟后性温无毒,入味,大小长三精 本草新编中认为,但凡能黑发的药物 缺了黑芝麻都是不成功的 而且黑芝麻和其他有补肾功效的药物不同 它还能够疏通任督二脉 此外,黑芝麻还能通血脉 滑肠胃,润肌肤 不但对血须金盔引起的肠造便秘 行之有效 更能延缓衰老 现代研究也表明 黑芝麻含有大量的脂肪和蛋白质 还含有糖类 维生素A、维生素E、卵磷脂、钙、铁 各等营养成分 有健胃、饱肝 促进红细胞生长的作用 同时可以增加体内黑色素 有利于头发生长 小小黑芝麻用途多多 美容养发 具体吃法 取黑芝麻15克 羹米100克 枸杞子10克 餐在一起煮成粥 就是一款很好的乌发食疗方 可每天食用 至饿逆 具体吃法 取黑芝麻100克 炒熟、除碎 拌入砂糖 饿逆发作时 服用2-3糖食 一般服用一次饿逆即止 再次发作时 继续服用即可 缓解便秘 具体做法 取黑芝麻 桑叶适量 各等份 盐成细末 和蜂蜜制成丸 每次服用9克 每日3次 连用1-2周即可见效 催乳 具体做法 准备黑芝麻 胡桃肉各15克 分别炒熟 加入新鲜嫩丝瓜50克 共倒为泥 沸水500毫升充服 连药渣同服 每日1季 分早晚2次服用 一般服药4-5天即可见效 缓解尽 缓解风寒感冒 具体做法 取黑芝麻 炒焦50克 趁热捣碎 黄酒充服 盖被 微出汗 一般服用2-3次即可见效 预防脱发 具体做法 取黑芝麻250克 炒熟 加白糖拌匀 每日早晚一次 适用于头发 枣白一拖 拌有贫血 五肾器 具体做法 把黑芝麻炒干后碾墨 混入少量食盐 做成芝麻盐 每次吃饭时 撒到粥里一起吃 好吃又不慎 还能去除黑眼圈 防骨质疏松 具体做法 取黑芝麻50克 核桃仁50克 白砂糖10克备用 先将黑芝麻晒干 炒熟 与核桃仁一起盐为细末 加入白糖 拌匀后 装到一个玻璃瓶中备用 每日两次 每次25克 食用时 用温开水调服即可 芝麻这样吃 功效翻倍 黑芝麻丧剩糊 配料 黑芝麻60克 香肾60克 白糖10克 大米30克 用法 黑芝麻 香肾 大米分别洗净后 铜放入罐中捣烂 然后在砂锅内放清水三碗 煮沸后加入白糖 代糖 代糖融化水 在煮沸后 徐徐加入捣烂的三味食材 煮成糊状服用 此糊香甜可口 除饼一身 功效 滋阴清热 有辅助降低血脂之良效 慎健皮糊 做法 韭菜粉一份 山药饮片两份 黑芝麻一份 核桃一份 把这些食材磨成粉 放入玻璃瓶密封保存 每次一勺每天两次 直接干嚼或者沖热水服用即可 功效 补肾壮阳 尤其适合气虚阳气不足的秋冬季节食用 黑芝麻枣粥 原料 红枣适量 羹米500克 黑芝麻适量 做法 一 黑芝麻炒香 粘成粉 二 锅内水烧热后 将羹米 黑芝麻粉 红枣铜入锅 先用大火烧沸后 再改用小火熬煮成粥 三 食用时加糖调味即可 功效 具有补肝肾 乌发等效果 当然 黑芝麻的使用不局限于固定的方子 家里做饭的时候 可以适当加一些黑芝麻 吃点水果或者甜点的时候 蘸点芝麻 来点蜂蜜也是不错的选择 芝麻虽然是食物中的上品 但是把芝麻炒炒就吃了 仍是生芝麻 吃下去会很油腻 又难于消化 基本上就是在肠胃走一遭 生吃芝麻难消化 把芝麻制成一样东西 营养就全部释放出来了 吃鱼三条 不如吃它一勺 鱼的营养非常丰富 是最理想的肉类之一 可是吃鱼十分麻烦 烹调难不说 还要挑刺 正好我们厨房里有这样一种调料 营养与鱼肉类似不说 美味还便宜 那就是芝麻酱 健脑 鱼肉中还有丰富的 Omega-3不饱和脂肪酸 被人称为脑黄金 对健脑抑制促进儿童智力发育 非常有好处 芝麻酱同样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且每100克芝麻酱的脂肪酸含量 是黄花鱼的13倍多 草鱼的33倍 护心酱汁 许多研究证实 鱼肉富含的不饱和脂肪酸 能够保护心脏和心血管 还能增加血管弹性 降低胆固醇 而芝麻酱中含有的丰富不饱和脂肪酸 也有同样的作用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 一勺芝麻酱 大约20克中的脂肪酸 含量甚至超过半斤鲤鱼中脂肪酸的含量 补钙高手 芝麻酱中的钙含量也比较高 每100克芝麻酱中含有612毫克钙 远高于牛奶、豆腐等常见的补钙食品 所以不爱喝牛奶的朋友们 不妨每天来点芝麻酱拌菜 爽口又补钙 我国有近四分之一的人群 患有缺铁性贫血 补充富含有铁的食物非常必要 而芝麻酱还有丰富的铁和叶酸 给身体造血提供了丰富的原料 抗氧化、防积变 芝麻酱中还有两种维生素不能不提 一种是维生素E 一种是叶酸 前者有抗氧化、抗炎症的作用 后者不仅是造血的原料 还是胎儿神经管发育不可缺少的营养素 经常服用可提高身体免疫力 还能帮助备孕女性预防胎儿畸形 注意 芝麻酱吃法多样 可甜、可咸 可以与主食搭配 拌面条、抹馒头、餐在粥里等 不仅丰富了主食的美味 也提高了膳食的营养价值 芝麻酱也可做蘸料或拌菜吃 还能用来拌馅料 芝麻酱有粘腹的作用 用来做馅不但味道更香 还不易散开 要注意的是 芝麻酱热量较高 每天吃一勺 大约20克即可 芝麻酱汁中含有油脂等成分比较多 若是一次性食用过多 可能会造成大便密节的症状 大家不要贪吃哦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2 2 2 3